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 幫助你和你家人 能夠認識到一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袁醫生你好 Diana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那今集我們繼續上集的題目 是九種最大問題食物 還有我們怎樣可以避免它們 對啦 好啦 那我們上次就講了大概六種 對啦 和大家可不可以快快快快快說說 我們當時討論了哪六種食物呢 嗯 我們講了那個麵筋 粟米 魚製品 糖 黃豆 還有雞蛋 好啦 那我們接著第七種是什麼食物呢 就是我們所謂叫做 處理過的脂肪和油 要講就是處理過的脂肪和油 我現在很多人呢 都經常聽到會介油 教脂肪 一聽到油就認為很害怕的 很不好的 其實我們一定要知道 其實我們身體是需要脂肪 我們身體是需要油 但我們最緊要知道 哪些是屬於好的健康的 哪些屬於不健康的了 所以一般我有一種可以有一種錯的觀點 就是我們一聽到飽和的脂肪 就認為不好的了 不飽和的油就叫做好的了 其實這個是錯的 是 其實重心就是我們處理過程 即是我們有沒有過分處理它 或者處理過程會不會破壞油的質素呢 這個反而是最重要的 好了 我們看看我們處理的脂肪有什麼問題呢 我講處理process的 通常我們會用高溫 高溫處理的油 因為在炸油的情況 通常用高溫來處理 將油是讓它溶出來 但高溫處理就會令到油 一種溶油的酵素 我叫lipase 就是處理油的酵素 是會什麼呢 是會破壞了的 令到我們身體消化出現問題了 消化油分就出現問題了 第二件事呢 任何處理都有同樣的問題 因為在處理過程裏面 我們的營養是會大大喪失的 是 以及經過的儲藏 例如維他命A、E、D 這些所謂油溶性的維他命 就會損失的 還有呢 在我們處理過程 有一種叫做氧化 就是Hydrogenation 用這個氧化的處理 就會令到我們一些有毒的金屬 譬如Nickel或者鋁 會走入我們脂肪和油 為什麼呢 在我們叫做氧化的過程 我們是用一些叫吹煤劑 吹煤劑叫Cathlete 通常用的是重金屬 譬如Nickel和Luminum 所以這個很難避免 不走入我們處理的油和脂肪 我也知道在處理過程 我們將脂肪和油 放入一個320度的華氏高溫 當然在這種情況 油本身分子的形狀 會改變的 油本來是一個Sysform 就是一個船形 去到一個Transform Transform就是S形 在我們天然的食物裏 我們油的形狀 就是分子的形狀 是Sysform為主 但經過這種高溫處理 一部份就會變成Transform 這是我們的身體難以處理的 這些也不能夠自己消失 自己化解 也不能夠排泄出來 這就會走在我們的身體細胞 會影響我們的細胞功能 很多時候我們的身體細胞膜 是我們需要油的 但我們需要油 是天然油的分子組合 Sysform C-I-S 不是Transform 這種Transform的油 會防外細胞膜的功能 好了 我們研究也顯示 如果過分進食 我們不飽和的脂肪 尤其是處理過這些 會令到整體我們的身體 健康油的平衡 會破壞到 還有大部分人 大部分的油 都要經過很大量的處理 這些油 通常是大量的農場製造 通常都是一些 不是有機的 通常是無機的 我們叫做Cash Crop 即是用來賺錢的穀類 譬如黃豆和粟米 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很難免 它一定會用很多的 沙松藥 除草藥 還有那些 Fertilizer 那些農藥 那些農藥 來加進去 所以這些化學物 很明顯很容易 聚集在植物的脂肪那部分 通常就會變成我們食用的油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即是我們這些高度處理過的 脂肪和油的問題 好了 作為一個消費者 我們要怎樣去小心去避 這些油 通常如果你看到油 是很乾淨的 很清澈的 還有很便宜的沙律油 多數都是問題油 好了 任何的所謂 輕化處理 或者部分輕化處理的人造牛油 叫做Margarine 通常都有問題 所以有時候它都說明是沒有經過 輕化處理也好 還有很多叫做Vegetable Shortening 那些植物的油 shortening 起酥油 叫做什麼油 起酥油 起酥油 這就是植物油出來的 有時候是一種固體的 有些半固體的形態 不是一種力液體的形態 可以叫做起酥油 所有食物用這些脂肪油做出來 譬如薯片 那些餅乾淚 那些油炸的食物 很多甜品 花生醬 沙律醬 還有很多Mayonnaise 這些全都是有問題的 是的 好了 那我們有什麼代替呢 或者Diane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這些有問題的油 但我身體需要脂肪需要油 那我會用什麼其他的油 可以代替它呢 其實都有很多油可以代替的 例如我們煮食的時候 可以用椰子油 豬油 牛油 還會比較香一點 那另外我們如果做沙律的時候 可以用初榨的橄欖油 或者是用阿麻子油都可以的 或者有時候我們可以用到一些 Nuts的油 一些果仁的油 杏仁油 樽子油 那些都可以用到的 嗯 或者是有時候可以用一些 牛油果 如果不用油的時候 牛油果本身有幾個油份 挺高的 很高 歐米加3 沒錯 我用一些有機的 有機的脂肪 因為有機起碼 它接觸的那些 殺蟲藥 和其他化學會少 是 好了 還有什麼我們可以做得到呢 譬如我們要煎炸 要炸東西的時候 可以用一份油 一份水 不要只用油 嗯 嗯 是 水好像不可以混合油 會不會爆得很厲害 都不會 總之 同一時間下就不會的 是 還有我們用一個 就是用一個鑊 是有一個 就是慢慢地加溫的 每一開始 鑊都會燒到紅了 一會炸下去 這個就會對油 食物破壞得很重要 還有一些我們有什麼做法呢 譬如有時候我們做糕餅 我們要將油 可以用牛油紙 它有些叫牛油紙 是的 英文叫做parchment paper 是的 其實它有些 就是有些油的 塗了下去 那些油 好像一些wax 那樣的 那就不會黏底 嗯 即可以用這種的 還有可以翻用的那些紙 哦可以翻用的 是的 另外還有一種是叫做silicon 是用那些直膠做的一張墊 嗯 那就可以 都是可以翻用的 你洗乾淨就可以再用 但是 就可以代替了些油 啊 即是也都起碼不會黏 不會黏鑊 不會黏底 那當然呢 我們都可以用那個 用椰子油 是吧 椰子油比較穩定些 就是內熱些 那我們也都知道 那些油呢 儲存很重要的 那個時間很重要的 那有些人呢 就會加些維他命E 來加下去 那這樣 那還有這些油呢 最好買油呢 就不要買些太大瓶的 買些小小瓶 因為始終你開了之後呢 它容易接觸那些 就是空氣那方面的問題 那第八種的問題 食物是花生 那袁醫生 花生對我們有些什麼影響的呢 大家都可能都聽過 有些人呢 對花生是很敏感的 如果他接觸那些花生呢 會出現一種一種休克性的症狀 譬如那個喉嚨會漲了 透不出氣 那大家可能都聽過 有聽過 有些人會是這樣 那在這種情況呢 那就是 再敏感一點的人呢 通常吃到花生呢 會出現那個 那個消化的那些問題 譬如作悶 消化不良 皮膚的症狀 譬如風爛 和濕疹 和呼吸系統 我所說 甚至乎酵痠 鼻鬥腫脹 那種一種 我亦都知道呢 花生是很容易有一種毛菌 是一種致癌的毛菌 我們叫做黃曲霉素 這個比較容易出現 在花生那裡 那我們也知道 如果大家是去採摘那個花生呢 花生是埋藏在那個泥下面 是的 所以花生亦都很容易呢 是會吸收呢 泥土壤裏面附近那些 那些殺蟲藥的 那將它呢 就成為一個 就是一個濃縮了的 殺蟲藥的毒素的來源 嗯 那種一種呢 我們知道呢 花生有時含有些成分呢 是會干擾我們那個 身體的癲質的 那個用量的 那個用法的 會導致我們所謂的 甲上線的功能上的問題 那 好了 那我知道呢 花生呢 除了我們口服的花生 自己摸花生 還有很多時候呢 我們要知道有些什麼的食物 很多花生的呢 第一 當然花生醬 是 還有很多其他的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果仁 那些果實的那些醬 因為在製造過程裏面呢 有一些時候呢 他們一邊做花生 然後做其他那些 那些果實的那些醬呢 都會有這些 就是有這些殘餘的那些花生在那裏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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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粟米呢 早餐的那些粟米呢 Granola這類的那 那還有很多些Nuts 那 因為很多些果仁那些 那些 那些雜糧呢 那多數呢 花生永遠都是一個很簡單 就是很主要的成分來的 那所以你吃的時候呢 雖然有其他的果仁 但是很多時候的花生都會在那裏 那還有雪糕 還有很多甜品 嗯 那大家吃到很多些Energy bar 那很多時候那些 Granola bar 那些Nuts 還有那些 果仁 還有那些 那些種子那些 那些 叫做Energy bar 那些類的食物 Candy bar 那些那些 那這些很多健康店都會有這麼慢的 但是呢 很多時候呢 花生是其中一個主要成分來的 那當然是花生油 那在炸炸的食物裏面的花生油 那都會有花生的問題 所以呢 那但是因為花生的問題呢 那個那個敏感問題呢 其實都很多人都關注的 嗯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會看到呢 很多食物標籤呢 都很強調呢 有沒有 有沒有隱藏過花生的 嗯 那有時候呢 裡面可能有隱藏過花生 因為 剛才我所說呢 花生的敏感呢 可能會令到你的風喉 是很嚴重的 是入急症失的 那所以很多時候呢 這些食物方面呢 我們都會有些特別的標籤 說得很清楚呢 它本身是有含有些花生的成分 那有些什麼代替呢 其實我們可以用杏仁醬 如果不用花生醬 嗯 瓶子醬 南瓜醬都可以的 是的 南瓜子醬都很好 是的 或者有時候我們炒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用椰子油 是的 耐熱一點 又香一點 嗯 如果零食方面 如果不用花生 其實都可以用其他的果仁去代替啊 杏仁啊 南瓜子啊 樱子那些都可以的 是的 這些就是很多其他的代替品的 那第九種有問題的食物 是酵母 是的 那大家都知道了 酵母是我們 即是一種處理食物 製造膏餅裡面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的用法的 那應該是酵母 Ease Ease 那Ease會導致什麼呢 我們以前的幾集都有講 Ease會導致我們那個念珠菌 真身的症狀加強了它 是的 那譬如有些人 吃了一些酵母之後 那個 那會覺得那個 那個腦筋不清醒 情緒低落 消化很多氣啊 皮膚出疹 和念珠菌那個問題出現了 那也都有些人 是特別敏感的人呢 他有些會出現一些 特別對敏感的反應 譬如甚至會頭痛喔 鼻塞塞 消化的問題 和出疹方面的問題 好了 那哪些食物有很多酵母呢 大家要小心 其實大部份的麵包啊 那些Bunz啊 那些Pizza 那些其實呢 所有的那些 所謂那些Bakery 那些焗了的食品 是的 那都是會有的 但我也有時候 我們這些酵母的精華素呢 就是用來一種調味品的 那譬如很多的湯底那些 那些調味那些 那些Bu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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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些 那些湯啊 湯裡面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味道呢 很多時候呢都是靠這些 那些跟我們那個 那個East 那個酵母是有關的 那當然啦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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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我們可以用 梳打粉啦 或者那個 發酵粉 代替的 都不需要用到 酵母的 那 那或者我們 烤製 那時候 不要弄那麽 大份 或者弄 小份 那 那就不需要 用到 那些 下一點的 梳打粉 已經可以 讓它 膨脹到 那在我們 的煮食方面 其實我們都有 可以做的 那我們很快 就將九種 的問題食物 跟大家分享過 好了 接下來呢 我們說呢 其實不是叫你們 什麽都不准用 什麽都不准吃 我們其實就是 人民以食為天 我們不可以什麽都不用 什麽都不用 什麽都不吃 其實呢 我有很多好的方法 有很多代替品 如果你有健康的問題 遲遲未解决,看多少医生都看不好 其实问题是很大机会是你的饮食方面的 有这些九种问题食物,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食物 所以为什么解释呢?很多人的问题,搞的搞的搞不好 因为问题食物是很普遍的食物,不是很刁钻的食物 你很少接触到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好了,我们现在就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们有些什么真真正正可以取代它呢? 第一,我们在讲什么? 讲那些面粉类 我也讲过,面粉其实一定要新鲜 最重要是新鲜 任何的面粉如果是不新鲜 尤其是天然那些,我们的完整的谷类 因为天然的油是比较高一点的 你知道油很怕益的 所以尤其是我们在讲一些天然的面粉类 所以我们要求是一定要很新鲜做出来才会好 否则你煮的可能会很大失所望 因为你煮出来以为不行,为什么这些粉是不行呢? 其实粉本身不一定有事,就是你一定要讲求新鲜 当然,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新鲜的面粉,最简单就是自己磨 其实可以自己去磨这些面粉 好了,和Diana和大家再讲一下有什么代替呢? 肥面粉有什么可以代替呢? 如果不用面粉的话,我们可以用米做的粉 我们其实可以用草米做的粉 是的,草米就更加好些 还有呢? 还有杏仁粉可以用,这个就最简单 这个很容易买到的 除了杏仁粉之外 我们其实可以用割粉 糕製的粉 或者是用那些无面筋面包的粉都可以 是的,那条blackcrumb 面包糠 曬干就没回汗 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面粉是比较罕有些的 Amarine, Bean 是的 在你遇到这些情况之后 其实最好是你自己去买一个磨粉的机 有时候有些小小的那些 那些磨咖啡豆的机 磨咖啡豆的机 其实都可以做到这个功效 所以就是Amarine 还有就是那个桥蜜 还有那个一种叫Casher 那些这样的粉 还有些什么呢? 比如有些有味的粉 比如Carrot Carrot 我们叫什么豆 Car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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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认识 就是一种巧克力味 是好吃的 很多时候我们用来代替巧克力 比如有些人认为巧克力不是那么好的 那么它就会用这个叫Carrot flour 来代替它 那么还有些什么的蛋白粉呢? 我们叫做Hemp 即是大麻蛋白粉 那么还有些是Millet Millet是什么? Lot 甚至乎Carrot 甚至乎Carrot 都可以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Carrot Car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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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比较多的 因为这种粉 其实虽然是贵一点的 但是呢 就是它的蛋白质成分比较高 那么如果有机会呢 就是买得到 如果买不到 可以企图自己去磨 那么当然了 除了那个 我们米的 米也是有蛋白的 米的大约有5% 有蛋白的成分 那么所以呢 我们可以买一些Rice Protein 买的蛋白粉 那么很多 有些地方呢 就有不同的味道 芭蕾腊味 巧克力 啤梨味 其实都很多很多的 好了 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种子了 Sees 种子磨成的 比如芝麻 南瓜子 还有那个 Sunflower Sunflower 香油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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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呢 这些呢 这些种子磨成的粉 因为它始终 它们的油分比较高 所以就很容易 很容易益的 但是呢 比较那些Nuts 果仁 比如Worn nuts 那些呢 那些益的机会更大 嗯 始终大家要接受 我们有时外面呢 去买一些健康店 买一些的 就是没有经处理过的 那些果仁啊 那很多时候 发现呢 它们很快会益的 是啊 那没办法 就是你要避免那些 化学药那些 那些那些问题啦 你就只能够呢 就尽量呢 就是买回来细胞 而且一打开了之后呢 记住呢 封包了之后 打开来之后呢 最好就是 把它吃光 就不要呢 就放在一边 那空气接触得很久呢 很快呢 一个月之后 你忘记了呢 就可能就变了 变了 变了了了 那同时呢 你磨了之后呢 可以放在冰格那里 就是冰格那里 需要用的时候 才拿出来用 好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所谓面粉的取代 对吧 还有其他取代的工具呢 譬如 甜味 是不是 各位都喜欢吃甜的东西 那我们甜味的 有些什么可以代替它呢 如果不用白糖砂糖的话 我们可以其实用stevia 那个龙舌草 龙舌草 我们叫做甜什么 甜菊叶 是吧 我们曾经叫做甜菊叶 stevia s-e-v-r-a 是 那其实呢 你这种呢 有时候可以用那些粉状的 也都有一些人是用液体状的 都有的 那比较方便一点用 那我觉得能够买到液体呢 就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你外面喝东西啊 喝咖啡 喝什么都好 你都是需要 希望是有些 即是可以即时可以用得到的 那所以呢 stevia 其实你是 现在是很多健康店 已经有得买回的了 曾经我和大家说过 曾经因为糖厂的 制糖厂的政治压力之下 曾经被禁的 那最近呢 因为听闻 好像那个八时可乐都说要用 那所以呢 其实就解了禁的了 那所以 这个stevia 是一个是菊花类的 是一种叶 有一种个叶是很甜很甜的 有些正常说呢 是比一般的糖是甜 甚至几十倍 甚至是过八倍的 那这样 那这个呢 是一个很简单的 那个工具 那因为呢 它不会有卡路里 加到食物那里 所以它就不会来到 那些胃肚菌那些问题 那还有呢 它也都不会我们 对我们的胰壮 即是制造胰岛素的器官呢 是产生很大的压力了 那所以呢 对那些糖尿病的人 和有血糖症的人 是非常之安全的 那所以呢 这个stevia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代糖 和味道都不错 那当然呢 有些人就说 它有少少 有少少它本身的那些味道 但我觉得呢 始终呢 它的甜味度 肯定是非常之足够的 是吧 那还有什么呢 譬如要讲甜点的 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嗯 我们可以用一些干果 提子干 或者幸福肉 那些都可以的 那有时候 我们可以在食物里面 加一些生果 甜味的生果 或者是一些新鲜的果汁都可以的 比如香蕉啦 是吧 蘋果啦 比如芒果 是不是很明显 是吧 这些很甜的食物啦 那还有果汁啦 葡萄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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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可以呢 成为你那个 就是那个 煮食的一种的成分 那所以呢 那这些是个天然的糖分呢 是会令到我们那个 就是我们血糖的问题 可以 可以处理得更加好 那当然呢 我们那些肝果里面呢 也都要小心呢 就不要被一些 即是硫黄分割的 这个是一个很常用的方法来的 所以呢 尽量是用一些 是没有硫黄分割的 这种这样的方法啦 嗯 那最好就是买些油肌的啦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 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 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今集继续我们的题目是九种最大问题食物 刚才我们提到糖 我们有什么可以代替呢 刚才有什么取糖方法 我们除了一些 我们刚才所说的甜的水果 还有一种千年甜味的大把 蜜糖 蜂糖 蜂叶糖 蜂叶糖 还有米糖 米糖 蜂 蜂 蜡糖 蜂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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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糖分 其实有每种特别的香味 不是白糖 蜂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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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觅 蜂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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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 ост 蜂糖 是存在的 要注意 要很清楚 有的时候 也会促进蜂糖 但它的好处与白糖 different 程它是与 Knight糖 这些糖 通常 痕蜂炎 souf 有的时候 我说黑椒糖 吃起来的时候 尽致 league 有点点 permission 有点苦味 不用怕 但是原因就是 是因为igth 为了 可能有点燒焦了 但還有礦物鹽很豐富 除了這些,還有什麼?還有什麼代替品? 龍舌草,龍舌蘭的植物提煉出來的 一種好像蜜糖的質地的糖漿 我英文叫AGAVE 你看上去就像maple syrup 汁感就像楓葉糖那種汁感 還有什麼? 木糖唇,即是沙落陀 平時我們經常見到香口膠裡面都有 木糖唇的好處,為什麼會是香口膠? 木糖唇發現真的可以防止蛀芽 它本身真的有這個好處 所以我們會用木糖唇 當然,如果木糖唇用太多 有些人會有輕弱作用 這個自己小心一點 木糖唇叫Sylitol XYLITOL 木糖唇通常我們見到是一種個別包裝 我們在綠瘡健康店我都見過 有這個很簡單的個別包裝 自己隨身帶著 還有呢? 還有那個穀具巨筋 穀具巨筋的抽取物 穀具巨筋,有時候大家是看那些食用的益菌 有時候會看到有叫做FOS Oligofructose 原來這個穀具巨筋 本身是屬於這種寡糖 寡的果糖 我亦都叫做enoline 叫做穀粉 原來是幫助我們處理我們身體的血糖 很有幫助的 亦都是通常加在那些 那些益菌上 原來這種這樣的FOS 這種這樣的果糖 是會幫助我們養我們的益菌 你知道呢 益菌也需要營養的 所以有時候就會用一種 做FOS 幫助我們益菌增生得好些 當作一種益菌的食物 還有一種纖維 有一種纖維那時候叫做 Inulin I-N-U-L-I-N 這些都是這種可以代替的 所以可以說甜的代替品其實都很多 接下來我們脂肪 是不是我們都有叫做好的脂肪 以及好的油 在這方面我大概 Diana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什麼這方面可以代替呢 好的油呢 好的脂肪代替呢 最簡單就是用椰子牛 還有牛油 因為他們都可以加熱的 不會變壞的 是的 有些人過去經常擔心 哎呀牛油啊 就是膽固醇膏啊 這些屬於包和脂肪 我和大家都講過很多很多集的了 如果大家還沒聽過呢 就想在我們前幾集裏面呢 我都解釋那個膽固醇是一個大騙局來的 我們膽固醇從來本身也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我只不過將膽固醇的標準呢 就由220mmg per deciliter呢 標準呢就將它減到120mg per deciliter 這個叫做標準成分 那結果個個人都膽固醇高了 接著每個人都吃那些膽固醇的 這類的鋼蛋固醇藥呢 結果呢 一輩子吃了之後呢 對那個性命 那個延長的性命呢 是完全沒有什麼幫助的 那這個同大家都分享過很多次了 所以不用擔心一下 天然的食物啦 就包括牛油啊 豬油呢 都是一件好東西來的 是 最緊要就是 最緊要天然和新鮮些 就不要給各量的處理 好了 那還有呢 還有橄欖油啦 那我們一定要用一些新鮮的 初榨的橄欖油 但是 留意橄欖油是不可以 那麼高溫處理的 嗯嗯 那就是 盡量就不要多過350度啦 就是很簡單啦 用油呢 都是慢慢的 由低溫開始 就是不要將鍋 是燒到火辣辣的 這樣再倒些油下去了 那在這種情況呢 很多時候這些油呢 就會 會蒸發啦 還有可能會濁火 那所以呢 通常呢 啊 用油呢 煮食的時候呢 盡量呢 就有個低溫開始 不要將 不要慶合那個那個鍋 鍋呢 鍋呢 才放油下去 那還有呢 就 這個 柑欖油的好處呢 就可以在室溫都可以儲藏的 嗯 那跟那個 我們剛才所說的椰子油不同 椰子油呢 如果香港冬天都會凝結的 是的 但沒有所謂的 你會撲一點下去咯 好了 還有些什麼呢 油和脂肪的 那麼最容易就是那個 太希尼啦 芝麻醬 芝麻醬 腰果 Cashew 那這些比較上 很多健康店都找得到的 好了 還有些什麼呢 嗯 還有 還有 芝麻醬 還有那個 大麻油 或者是 核桃油 Pumkin See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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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南瓜來的 南瓜子油 南瓜子油的好處是什麼 是對於男性的前提線方面 是有幫助的 那就是杏仁油 還有葵花子油 這些都是一種可以取代的油 那還有呢 嗯 魚油 是的 不要忘記魚油 其實我們小時候 我們個個個 童年長大在香港 都是很流行的 是的 就是用魚乾油 魚油 一日都很常用的 好了 那這些就是油的脂肪的取代品 好了 那跟著呢 我們叫做一些 什麼叫做 Leavening Asian Leavening Asian是什麼 盆盡的劑 是的 那就是我們有時候 煮糕點 我要發酵 即發大它 是不是 那我通常呢 就可以用什麼 除了我們所謂的 East 那個酵母 盡量要避免 那其實我有什麼可以代替呢 可以用那個 梳打粉 或者用法粉 都可以的 是的 梳打粉和法粉 都可以用在這方面的 那 我們都說的雞蛋 雞蛋 雞蛋本身有個問題 那有什麼可以代替雞蛋的食物呢 嗯 例如是那個瓜耳豆膠 瓜耳豆膠 不是人人都聽過 但是 G-U-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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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這個比較是 西方食物多一點 是的 香港人比較少用一點 少用一點 是的 但是呢 是對一些 想減少那些 麵筋那些 膏餅的煮食方法呢 那通常呢 我們都會用這種 這樣的 一種種子 一個亞洲的 一種 Wire Plant 一種種子 是提煉出來的 磨成出來的 那這個呢 就可以用一些 就是 不會那麼容易結合一塊 可以將它打獻 是的 用的份量其實都不是很多的 通常大概四分之一 和半茶匙一杯 嗯 那麼 有一個Blender裡面 可以將它打下去的 好了 還有些什麼呢 就是取代雞蛋 和那個打獻 那方面呢 還有阿麻子粉 那它又有 那個很高的 阿米加三的營養 是的 那另外還有那個 Gelatin 明膠 即是魚膠粉 那也可以令到 一些東西 稠一些 那另外還有那個 一些纖維的補充劑 例如是 車前子粉 還有米糠 Rice Brand 這些都是一種纖維粉 那有時候呢 那些人呢 就會令到 那些食物本身 尤其是煮的 蛋糕 糕餅 那就會令到你那個 汁感 比較多了 但你記住呢 這個纖維 車前子粉 米糠 就不是用來做那個打獻用的 那它不會 就是打獻就做不到的了 那還有呢 做打獻用的呢 還有一個很好的工具 葛粉 Aero Root Aero Root Flour 這種是葛粉 那也叫做 Kud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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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全部都是一種 很幼細的 還有本身沒有什麼味的 這種這樣的 蜆 豆蜆粉 可以令到你的食物 濃度增強 還有可以黏膠的作用 很強的 但要用得少 小心一點 因為用得一多 我們的高餅類 就會變得太乾 和太過厚 太過濃 那所有的份量 要自己學熟用的 好了 還有什麼呢 打獻方面 其實可以用薯粉 也可以的 但薯粉會比角粉 較為結身一些 更濃過角粉 所以更加要小心 用的份量 好了 還有呢 還有是木薯粉 Tapioka Tapioka Flower Tapioka Tapioka 有一種 有一種 根部的澱粉質 的根部的植物 那麼 通常 Tapioka Flower 通常是一粒粒的 大家 吃過Tapioka 那種甜品 都知道 一粒粒的 粒狀 如果你要磨 就要再重新 拿些磨咖啡豆 再磨成粉 好了 還有呢 還有黃原膠 Santh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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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很有趣 是一種微生物 那邊做出來的 當然 不是那麼容易買得到的 但是 如果大家有機會用得到 都可以嘗試一下 那還有呢 最後呢 還有是Aga-Aga 瓷脂 我們有時吃日本甜品 都會有的 所以我叫大菜糕 大菜糕 還有涼粉 多數用這個 Aga-Aga 好了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 雞蛋的取代 以及用來打蜆用的 取代品 好了 跟著呢 跟大家討論 介紹一些 液體的成分 就是 液體通常用牛奶 是的 除了這些牛奶的液體 還有什麼 我們可以取代 嗯 我們其實可以用檸檬汁 因為檸檬汁可以 增加我們食物裡面的味道 還有其實它 是的 檸檬汁 不只是檸檬水 檸檬甜品 其實檸檬汁 很多時候 我們可以用在很多 可以調味方面 可以 很適合用的 很多人就這樣 擠檸檬炸它 擠一下它 炸一些醬汁出來 那最好就是 新鮮炸的 檸檬汁當然是新鮮炸 很容易的 是不是 好了 還有什麼 液體的成分呢 可以用 椰奶 可以增加一些 甜味和香味 椰子 其實椰子很香的 我想跟牛奶比 椰奶 其實味道是更加香的 所以是一個 如果我們直接想起 其實用椰奶是最好的 還有 還有呢 還有可以用醋 可以用一些生的醋 或者用一些 未經高溫 處理過的 蘋果醋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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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較 更加有益的 還有呢 還有我們其實可以 用米奶 其實都有點類似 那個質地 有點像牛奶 嗯哼 還有呢 還有杏仁奶 都是比較 稀稀 一些 也可以代替牛奶 好像牛奶 容易代替牛奶 還有 口感比較濃 米奶有時候比較稀 有些人喝米奶 覺得它好像很水汪汪 但當然呢 有些人會加一些其他東西 令到米奶的口感比較濃 最後呢 就是用那個 我們叫做抗泉水 有氣的抗泉水 很多時候我喝果汁 果汁有時候糖分很高 但是我們的口感方面呢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些 有氣的抗泉水 加到那些果汁 或者加到那些茶 那裏呢 令到你那個飲品 就有一種口感 一種氣的那種刺激的口感 還有令到你的果汁的糖分減少 所以其實這些呢 在我們的飲食方面 那個飲品方面 液體方面的那個用料 其實都有很多其他的選擇的 好了 味道了 那有些什麼調味的工具呢 最簡單的 我們可以用海鹽 還有可以用一些香料 海鹽其實很重要的 鹽呢 就不是說鹽一定是不好的 但最重要呢 你用一些 我們叫做 就是沒有經精煉的那些海鹽 那其中有一個叫 Celtic Sea Salt C-L-T-I-C 是很出名的 是法國南部的地方 是拿在那個 沒有污染的海洋裡面 是拿手 就是拿人工 慢慢來蒸 蒸造這些這樣的海鹽 那當然啦 爲什麽鹽的 爲什麽鹽的東西 常常要精煉它呢 做得它白白乾乾淨淨淨呢 因爲任何有天然的海鹽 是有很多礦物鹽的 那礦物鹽的 那礦物鹽有一個問題呢 它就會由空氣裡面吸收水分的 那往往呢 令到那些鹽呢 就會變得 有些少許水溶了它 還有一種 就是好像 很髒的 粒粒粒的 那這個呢 令到它儲藏不好 那也都可能呢 令到它的重身很多 那所以很多人呢 就會就是 就是 要將那些 我們那個 食鹽呢 將它精煉到它 是全部變得 很白的 很純的 的白鹽 那這個問題就是 爲什麽呢 就是因爲它的 礦物鹽沒有了 那我用回海鹽 那些鹽不重要 但是用回海鹽 那當然啦 那香草啊 香料 就是一個 很好用的 那但最重要 就找一些 是順一點的 嗯 就是小心不要買那些 那些叫 spice blend 就是它 就是混合幾種的 因爲在這種的 所謂spice blend 裡面呢 混合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它會有些粟米粉 有其他的 鷹粟粉在那裡 那還有一些 是叫大蒜粉 因為大蒜粉呢 亦都很多時候呢 會混合了一些 隱藏了一些 的鷹粟粉 就是那些粟米粉 那當然啦 要小心啦 不要有 含有的味精 MSG 這些香料 因爲很多時候呢 因為它要做好味道 難怪有時候呢 它們會加一些 那些MSG 那些味精 好了 還有呢 還有些什麽可以 就是那個調味方面的 的用品呢 嗯 還有可以用芥末 芥辣 或者是有紙和沒有紙 都可以用的 還有是一些 譬如 醃製過的黃瓜 或者是橄欖 橄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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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是我們叫做Pickle 的 Pickle的食物 那當然呢 也要小心啦 它裡面糖分不要太高 還有一些不好的油的成分 當然很多時候呢 我都會自己去 即是自己要去看 小心點去去選擇 要選擇它 好了 還有呢 還有可以用長豆角粉 其實它是很高鈣質的 還有有點像那個巧克力味的 通常呢 我做巧克力粉的代替 還有呢 還有可以用可可粉 但是千萬記住不要混合糖或粟粉 因為其實很多可可粉不是純的 裡面已經有些糖粉了 因為有些可可粉是做可可飲品 所以它本身已經加了很多白糖和英粟粉 所以你買可可粉 記住要買一些純正的可可粉 還有呢? 還有一些液體的精華 香料精華 譬如蜂尼納、杏仁、檸檬香精油、薄荷油、橙 這些其實都很多我們叫做精華油 天然的精華油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接下來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蔬菜方面有什麼好的蔬菜呢? 任何一類的生菜 或者是一些 總之就不要 小心不要用粟米 還有一些含有粟米成份的那些蔬菜 因為你買一包包的蔬菜 都會有粟米 好的蔬菜 我們應該要安心盡量多用 譬如 是生菜 或者一些低澱粉質的蔬菜 譬如是西芹 像我們叫做 Icebird Icebird Lattice 通常這種生菜 其實是有問題的 Icebird Lattice 原來發現 它會含有 Catmium 這種的重金属 比較多些 但這個也不太常見 大家這方面小心 還有低碳水化合物的蔬菜 譬如是牛油果 Avocados Artichoke 芹菜 橄欖 橄欖 還有菠菜 還有Chart C-H-A-R-D 還有十字 Cruciferous 十字 蔬菜 十字 椰菜 Cabbage 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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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菜 還有 Nightshade 蔬菜 譬如有什麼呢 蕃茄 蕃茄 薯仔 一些燈籠椒類 還有 Eggplant 都可以的 還有 還有 蕃茄罐頭 可以用 罐頭都可以的 原來蕃茄罐頭 營養成分是不同了 但都非常好的 然後 一些綠豆 或者一些根部的植物 例如 扁豆 String piece 很多有的 豆類 豆類 然後 就是根部的植物 Parsley Turnip 芹菜 這樣 但盡量 我們都減少些 因為他們的澱粉質 份量比較高些 還有一些 營養很豐富的根部的蔬菜 不是像薯仔那些 就是紅蘿蔔 紅蘿蔔 紅菜頭 這些營養成分 都是非常之高的 還有什麼呢 洋蔥 洋蔥類 或者是蒜頭 露筍 都很有益 我跟大家分享過 蘿筍 在網上看到很多資料 它是一種預防癌 或者處理癌的蔬菜 香港的好菜很容易買得到 那最後就是什麼呢 是瓜類 是不是 冬瓜 薯菲尼 這些 這些都好 好了 水果方面 都很多 譬如簡單 蘋果 梨 香椒 Kiwi Mango Pineapple 但最主要是啤梨 啤梨其實的營養很高 在外國做過很多研究 對老人家痴癌症 飲啤梨其實非常之有幫助 譬如 南莓 黑莓 士多啤梨 葡萊子 當然 Citrus 即是金屬類的水果 橙 Limes 青嶺 還有誘核的水果 譬如水蜜桃 赤梨子 Prums 最後 蛋白質 固然很重要 蛋白質的食物有哪一類呢 例如是 豆 魚 或者是一些貝殼類的海產 或者是肉 魚 海產類 飛禽類 即是雞 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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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類其實都可以的 但雖然在我們新的食物金字塔裡面 肉類應該是比較上最少 一個星期可能吃兩餐 或者是我們吃蔬菜 芽菜裡面 我們可以再加點肉 現在跟大家再解釋 再簡單 其實最容易找得到的有機的蔬菜 其實是自己家裡發芽菜 有些木树芽菜 這個是又便宜又正 還有在發芽菜的種子發芽的過程 它將它的營養成分增加成幾倍 這個我跟大家分享了 好 那今天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如果對今集有什麼問題的意見 可以去我們節目的討論區留言 如果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跟袁醫生回診 打以下這個電話 2577-3798 謝謝袁醫生 好 拜拜